最近不是我们圣淘大生产过 大生产后 今年因为浪海关的 一个山蚊都开花了 但是已经不止一个两个 我已经听到三个人都问我为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也答不出来 突然间有人问我 所以我想问阿宝老师 有人说大蚊的 就是那个山蚊是大 其实不容易保存 要小的比较容易保存 这是真的有此意说吗 还是大家宜而闯 因为我已经听三个人这样跟我说 你不能够太大了 你要不要稍微 不要稍微 那些放得太久 你拍的会搭 是这个意思吗 大蚊的你拍的会不会搭 那我们 是这样 太小蚊 其实如果蒜头 绝对都会搅大一粒 我没有搅小一粒 反正要看起来会好吃 那么就吃完了 你如果太小蚊 你处理会怎么吹起 很难 很难 很难去 它会更不容易 去处理 那么这些问题 可能 在这个 这个行动的 这个当中 就是说它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说太小蚊 太小蚊 太小蚊 这有时候 这就不说太好 这有时候 我们很难处理 简单说 就是这样 就是很难去处理 大概有几种的这个情形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 扑蚊 这个情形 就是说它的 总要开开 那么为什么它的这个开开 它有的叫做扑蒜 就是 它的蒜头 就总要扑开 为什么扑开 其实 这个 它叫做散办 它的 酸蚊 散开 我们代语说扑开 扑蒜 那么扑蒜 它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行动 里面来说 它会比较刷 这个最主要 有时候就是 你拆收的这个时间 想过头万 比如说 在这个南风来 那时候改拆收 但是今年说不 我没想过头万 但是那时候在漏火 这很麻烦 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火水 你土地 原地 收肥就收了 因为很多 都收肥就太重 那么收更慢 它再吃到一点的蛋肥 所以 再吃到这个水 它就更容易 这个 这个崩溃 这种如果崩溃了 这有时候 就是说 这个拆收 拆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 它抵收到 这个金盘 和蒜末子进行 就是说 它原来这个蒜头 外面不是有一个 末子爆掉 每一万 一万有那个末子 每一粒蒜头 它外面 还有一个末子 应该最少有三到四层 有那个蒜末子把它爆掉 但是 这个蒜末子 因为就有火 或是各种的原因 或是说太多 猜收 它去拆在土地 或是说它丢 这个白犬柄 在这个金盘 这个地方 它就总是有稍微拆了 有稍微拆了 它那个末子的 包覆力就变壞 所以它那个东西没有包掉 在温度 比如说淡属更高 或是说这个金盛的 这个途中里面 这种的这个蒜末子 它就很容易 它就很容易 很容易去崩溃 这种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说三万的 这种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蒜末 所以 尽量就是说 猜猜的这个时间 这 尽量在蒜头 最后 这个鱼肉 如果炒了一半 还是说 这个猜猜的时候 这时间呢 我们就要来 这个猜猜 这点 这是最大的一个重要 那么 第二个就是说 在你栽培 这个猜猜 这家 尽量撇变 太多 有的到 过年过了 要再落肥 要再四十三 这根本是没有 那个比 就是说 他到这个猜猜的时候 你如果落一点四盒 要再有利 结果呢 这个肥呢 要再 啊 这个阿伯说 不能太早 要再落肥 要再落到 要再碎到水 那么这种呢 这就很容易呢 啊 就是说 他那个 那是淡数更高的时候呢 那么特别 特别呢 就很容易呢 啊 出现到这种 奔算的这个情形 哦 啊 啊 这两大问题 哦 应该 啊 啊 可以说三项 哦 其实去里面有一个有 最大的这个关系 就是 第一的啊 你的淡数肥太多有高 哦 有的说啊 啊 你若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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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他有 他淡数有高 他咬也有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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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垃圾也有 啊 重量也有 也继续不放的哦 这就是我们去 要去堆求 種算老的这个 啊 啊 这个三项哦 就是说 希望说可以堆一个 啊 你三项要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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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呐 你打开 啊 啊 這個 啊 啊 要稍微了解 稍微注意到 在我们这种饱饭的情形 这种有可能就是 有的人说 我的采收期间要不够 就饱饭了 这时间明明都要不够 因为他采收较慢 他也会饱饭 但是一般来说 在台湾真正说的 这个采收成贵的老板 地位叫不敢还是有 不是说完全都没有 但是这种呢 就是说这个机会 还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呢 现在这个问题来说 我这采收的时间也是刚好 但是就不够 采收的时间不够 他就开始就惊愧了 这很大的原因 就是这个病害 他在生散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一个这个磨 太早在肚子暖 为什么他在这个磨 在肚子暖 白犬病 所以近年很多 近年很多 三万的这个 近年 半万三万的 近年很多 这原因就是 近年我们在这个 买病 一直跟听众朋友说 你若种较慢的 差不多三个月 青明症 大概一五月症 我们再跟你说 医药是不用担药了 你今年是不是再多担一遍 今年多担一遍 这个目的要做什么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在漏火 很容易到这个 白犬病 那时候 如果是在柴修进行 到白犬病 他就很容易傍慢 因为你现在 啊 他的蜂水较多 你柴修进行 他就别管 别管 他在外面那些磨 会这样 会暖暖走走 他保不住 他就很容易撑破 所以这点呢 啊 很容易出现到这种 这个这个 这个症状 那么 这会让我们 听众朋友 稍 做这个 了解到 所以这大概呢 啊 是我们在这个 摘培里面 很容易 啊 这个很容易去遇到 这 啊 今年因为到这个 开春了 这个蜂水很多 那么 三月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 我们一直在跟听众朋友 强调的一个 这个重点就是 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如果是 没给他处理好 他就很容易 啊 出现到这种 这个 啊 这个症状 所以 尤其 这 已经到 最后的 这个 生产阶段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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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呢 一直跟听众朋友 啊 他有什么 要特别去强调 这种的 这个症 因为啊 这都每一年都会去遇到 你如果肥越多 他就越容易 越容易到白犬病 丹手越高 他越容易到白犬病 啊 啊 他在落头的时候 落了太多万 哦 那么还有一种是 这个啊 这种我们说 九八万哦 九八万就是这个 独头蒜 啊 这个 一粒蒜头 只有1万而已 还有2万 一般通常是 1万2万 这很多都只有1万 所以呢 他直接像狗 所以叫做九八万 那么九八万这种的 这个症状 这有时候就是说 你症的这个时间 不是啊 那九八万 很多哦 这这种单半的一个就是说 啊 你症的这个时间 症状不太好 太早还是太晚哦 那么 还是症的时候 症状太多 小 啊 你如果症状很小 啊 啊 啊 这种 当初是呢 这个就是 就是缺乏到这个啊 嗯 他分化所需要这个 这个条件哦 所以啊 变成他的在家的这个 营用啊 不良的时针 他就成功的这种啊 这个 啊 这个 那么这很容易啊 有当时 你如果是 是種種的時尚 種比較多 你種到比較多的 還是說管理水分 土塑比較多的 太過頭髮 這也比較容易 申請到這種 古仔萬的這個 這個情形 特別是什麼呢 就是說有的人 在這個 比較 中華大生的這邊 因為他們 如果種早上都會賺錢 所以他們通常 他們有的去利用這個 低溫 就是說利用低溫的 去幫他做一個處理 低溫的處理的時候 他以前的補衣 例如說熱人 我就拿去冰箱先冰 冰給他八度十二度的這個地方 給他冰 冰冰冰冰冰冰的 黏黏又拿出來 他就開始補衣 但是他冰的那個低溫時間 在處理的一個時間 冰了太多久 譬如說他要補 冰一個過頭去 先拿出來補 還是說 在這個激溫 冰箱控制得不好使 他沒有通風 這個底子貼得不好使 這個都不會 這個溫度都不夠 他抗一個太冷 抗一個太冷 他全五年 所以他這個 這種林靜就沒有分化 他這個沒有分化完成 沒有分化完成 你拿來補 這個花牙分化 他有在大 但是呢 他的算盤 就只有一個 沒什麼大 這種就是我們在說的 這個骨仔盤 這個骨仔盤 在我們這個 中華大盤 這邊 他們如果種紮蒜 很容易遇到 如果說 在我們分林館 就是這個超厚 這邊 這裡 他們種下去的時候 譬如說你種的時間 剛才讀到這個 這個骨仔盤 譬如說 他有去兵過 種料比較早 還是怎樣 還是說水分管理得不好使 那麼他也比較容易出現到 這種的節奏 還是他生長還在大 要用一個溫度 種料先過頭髮 他一個溫度 鋼料就鋼 有時候在立方 或是說 在光復節 那種種要一個月 吐槍起來 剛才有一個降溫 降溫在差不多十度十二度 那一年就很容易生成這個骨仔盤 這個在 幼苗生長的那個階段 出現到一個 這個跡溫的節奏現象 這個跡溫也沒有很跡十二度 他就骨仔盤 比較容易骨仔盤 所以 這就是我們去尋到的這個情形 所以 目前大概是看得到 差不多是 這兩種的節奏問題比較多 還有一些異性的 溫度變衰的 但是今年最主要有這個 綁旋這麼多 那麼綁旋這個 最主要是這個水分桌 那麼水分桌 在他 開始 南風高 開始要落頭 那個時候 在反映那個時候 他那個 太過頭斑 那太過頭斑 太過頭斑 淡塑太過頭斑 有的人會去轉 這個三塞座 讓他退車 這也是一種的節奏 這個手段 有的人去轉黑仔鳳 這也是大陸是 純粹都用黑仔鳳去轉 這我們是不建議 正常的一個行動 應該 如果是最主要有這個 麻煩你要管理好 你要到白尖病 要飽慢的這個機會就很大 好 嗯